哈喽大家好,我是蔡蔡 你知道哪一种蔬菜只要种三天就可以吃吗? 它就是芽菜 我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非常健康的芽菜 芽菜是只种了三到七天的嫩芽 它的营养成分比蔬菜还要丰富 甚至会高过十到一百倍 而且更容易让身体所消化吸收 芽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乳质、酵素 跟抗氧化物质 它可以帮助身体提高免疫力 预防各种疾病 芽菜通常包含豆类、骨类、还有蔬菜等等 它的外观会随着不同的种类而不太一样 一般来说它的身体都是非常的小 大约是两到五公分之间 而且它的颜色都是很嫩绿的 然后长得非常小巧可爱 芽菜的种类很多 它有绿豆芽、黄豆芽、黑豆芽 还有豌豆芽、芝麻芽、木树芽 蔬菜很有名的蔬菜有绿花椰菜芽 紫高丽菜芽、还有萝卜嫩芽 不同种类的芽菜 它有不同的口味跟营养成分 但是它们的营养成分都非常的丰富 而且热量都超低的 大多数的芽菜都含有这些营养成分 它有维生素C、维生素K、E、B1、B2、B3等等 然后矿物质的话也很丰富 钙、铭、钾、钾、铃、零等等 这些都是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 芽菜也含有丰富的植物性蛋白 而且它的里面所含的成分比成熟的蔬菜还要高很多 它对健康也有一些重要的好处 例如抗癌、抗氧化、抗发炎等等 还有丰富的植化素、萝卜硫素、多酚 还有易流氢酸盐 可以有助于降低心血管方面的疾病 还有癌症的一些风险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喜欢吃芽菜的原因 芽菜当中丰富的抗氧化物质 可以帮助预防细胞损坏跟发展成癌症 那另外它里面的纤维质 可以帮助清除体内的有害物质 进一步预防癌症的发生 我们都知道这个自由基会让身体加速的老化 而且提高一些发炎的可能性 那芽菜当中的抗氧化物质 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些自由基排出体外 另外里面有含维生素C跟E 它是很强的抗氧化剂 在抗发炎上的表现 芽菜中含有丰富的多酚 类黄酮跟其他抗发炎的一些物质 可以帮助减轻身体的发炎反应 这些抗发炎的物质还可以帮助身体提高免疫力 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 我们可以把芽菜加入到日常饮食当中 来帮助身体摄取足够的营养 第一种就是达成芽菜的绿果系 达成果汁之后的芽菜 它的营养会更好地让身体消化吸收 然后基本上配方非常简单 用100cc的水 配上40克的芽菜 加入你自己喜欢的水果一至两样 这就是一杯 可以增加能量提高免疫力的绿果系 再来家里有煮饭的主妇们 你可以把芽菜加入你的日常的这个 家常菜当中或是你的炖汤里面 让你的菜呢营养更加的丰富 同时呢芽菜也可以增加食物的美味哦 可以把它加在这个沙拉里面去做凉拌 然后呢 可以混入其他的这个蔬菜当中 你可以夹在海鲜或是肉当中 一起来快炒 这样子呢都是非常的方便的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时髦的方式啊 就是做成这个芽菜的沙拉管 沙拉管是一种非常方便携带的 在欧美已经流行很久了 你可以随时随地的去吃它 然后呢 它里面可以包含各种蔬菜水果坚果 然后各类的种子或是蛋白粉 蛋白质或是油脂 所以呢 它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选择哦 好 以上就是三种健康的芽菜饮食 希望呢可以帮助你享受芽菜的美味哦 看完我的影片 你对芽菜有没有一个初步的认识跟了解呢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以后我们有更新影片 就可以第一手的得到讯息咯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 拜拜